香港現在銀行的測試都是5厘左右 包括另外一個現象 報視見到現在香港的銀行 大行 四行的利息 巡峰的利息都多高的 大行 像衛鋒你說不可以講名字 三個月 六個月 四點六厘 四點七厘 有些四行的利息都超過了5厘 這個現象是不是也都顯示了什麼訊息呢 香港的銀行這邊 兩位分開講 你剛才那一宗應該是講大陸 大陸的隔夜沒有5厘 我記得 如果你香港那邊 因為你跟美國的息口跟足的 現在美國的隔夜都5厘2、5厘半 跟聯邦基金的利息的話 照道理香港的策息就上落 就不會出入很多的 如果它隔夜是5厘1、5厘半 那照道理你都是一樣的 你最多差一半 以我的經驗就上落就不會差很多了 隔夜那些是很發的 有時看資金的緊張程度 有時過年過節是貴傑 或者招股 現在就沒什麼招股了 很多原因 你可能突然間 譬如大陸來發債 法國債扯一扯一扯 抽乾了個堂 都可以的入息的 很多的 大家未必知道的原因 也都沒有什麼關係的 說真的 但是你如果那些銀行 現在都是開4厘多 去吸你的錢 其實就找你拚的 因為Market 你去Innerbank 拿就應該是5字頭的 如果你Innerbank 拿5字頭 它開4厘多 它根本都不等錢花了 如果等錢花的話 它沒理由在客戶那裡吸錢開這麼便宜的 你應該跟賊者市場是看齊的 那也不是說香港的銀行的銀根敢缺和 反而不到 其實不緊的 香港的銀根不緊的 你緊你看到是會走資的 如果走資的話 美電扯了8.5公里 它現在都不是 它不是近藥方那邊 如果你真的走資的話 那個銀子扔得不清楚 那你現在都不是 其實不是很跌下的 如果你真的緊的話 那些隔夜那些夾得很交關 現在都不是 那你其實很多跡象看到的錢不是太近 因為香港的問題就是貸款沒有出路 就是你銀行沒有生意 你吸不多錢做什麼 如果你沒有生意 貸款沒有出路的時候 那時候吸錢那裡就不是這麼積極了 就是你唯一有個 現在就是有貸款的位置 我想都是 我不知道在哪裡 你只是說說按揭那個市場死了 那你如果普遍那些企業貸款 就是常規那些會有的 但是都是常規那些 就是做一些nover的會有的 但是你說新的那些我就不覺得很多 你看香港的貸款數字都熟了 我這個想說一個政治一點點的因素 可能你們都聽到了 說中國的習近平最近 就和刀把子這樣鎮發系統的官員自建 風橋變現的基層代表 風橋建議是60年前的文革時代 人民到人民歷史活動的 有人擔心大陸就出現文革 那這個風如果吹了會不會吹來香港 對香港的經濟有沒有影響呢 不用擔心 出現了 就是自從習近平上之後 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毛澤東一樣 那很快都會預計到 它會搞很多這些內鬥的 就是全方位的好像1960年的環境會再出現 那現在的確是出現了 就是事實上你1967年香港暴動過 那麼早幾年都試過 現在的款同當年才可以說一模一樣 那所以就是你沒有可能說避得到 當年香港是英國管的時候 它那陣風都吹了香港 那現在就是不是英國老管更加厲害了 那如果風橋經驗真是死非忽然的話 那跟中國大陸也好 香港也好 那是不是真是那個殺傷力大過國安法 反間諜法 你如果看回六、七年的經驗 那次之後其實 就是會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那個社會是不穩的 那你說對政治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影響未必的 就是它這些內鬥其實主要是一個社會的層面 未至於去政治 因為現在不是政治之間的鬥 就是政治之間的鬥 可能在大陸那裡 但是香港來說 基本上沒有那些什麼派系 那你鬥的那些都是 都是左一點和極左而已 就是講的是 建制和沒有那麼建制的鬥 就是我想這個不是很成氣候 這種鬥 反而你說這個社會那裡 因為這種的內耗 很多東西都更加做不了 推不了 那形成很多的混亂 再加上經濟不好 社會的問題我期望會多些 就是反而就 你說會不會很快去燒到政治那一陣 這個未必會 就是政治那個層面 你說如果真的出問題 我相信是和外部那個位的機會會比較大 比如你現在說 全球圍堵中國 這個政治問題已經夠他搞的 那你內部來講 就未必說很迫切的那個形勢 現在已經有人擔心燒賣來香港了 好像這些人民群眾專政這些現象 那燒賣來就燒賣來 其實都變了很多了 現在 那我想不是說真的 你說再進一步 那就是那個現場白熱化一些 但是因為已經變了 那你也看到那個變的方向 那基本上那個不確定性就不是太大了 就是因為只是知道它會這樣 那個方向 這陣報告在未推薦納之前 有六副地皮樓標 檢納了之後 再有一副走前獲得三十二份二項書的港鐵東沖站 要再次出現年標書 不過對上一次出現年標書是十年前的 那我現在看到現在有些說 撿死機都不做 那現在就是怎樣 檢納沒有效果 是不是 你最近流標的那些 一個之前是啟德 就是那個死城 大家知道了 你最近再緊的那個東沖 其實它現在可能也有個概念就是 大嶼山填海 如果你填大嶼的時候 你東沖會多很多 那附近都有很多供應的 遲些會 變成那個預期供應增加之下 就是大家計算那個數字 估那個價錢就會估低一些 如果你開出來那個價錢不漂亮 就是現在那個市場不遷就 那真的那個反應是很差都不出奇的 那我想現在就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說 那個賣不賣到賣不到 而是說 那個前景是怎麼樣 那個前景看得不好 就是大家都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認為大陸那個樓市要向下 可能會拖累香港 那你現在的發展商本身都要清貨尾 那你清貨尾的時候 息口又高了成本 那麽厲害的時候 即是 如果你即刻計算 即期的計算回報 和這個成本 其實是計不定數的 那所以這個時間保持著 就是不投資 這個我都可以理解 那如果那個市場就走了 就是那個環境好一些的時候 再賺出來那個情況 可能會好一點 特首李家超就說 高卓通要差萬人來到香港 目標呢 超過了目標一倍 那李家超鼓勵他們在香港落地 生根 貢獻香港 就說如果可以介紹男朋友 女朋友還可以 最好在香港結婚 生孩子 買樓 這個是一個好招 博士 這個就是一直以來幫香港洗血的其中一環 就是首先就把香港本土的趕走 然後換那些人下去 這個我幾年前都在說的 那他現在就瘋狂地做這件事了 但是沒有意思 將香港毀滅了